六旬老人正在逛街 不料两名劫匪闯入商店 洗劫钱财后 直接开枪杀了店员 老人惊恐地躲在货架后面 却还是没能逃过一劫 劫匪兴奋地逃离现场 殊不知 刚被枪杀的老人 是他们根本惹不起的角色 在老人的葬礼上 全镇居民都来为他送行 他是本地有名的大善人 三十年间 他帮助上百名故人 找到领养家庭 唯独有四个混世魔王 因为都是少年犯 而没有家庭愿意领养 亲自收养他们 成年后 四个孩子全部离家闯荡 直到老人的葬礼 才把他们重新聚到了一起 等到葬礼结束 四人一同回到母亲家 往事历历在目 唯独最疼爱他们的母亲 再也不会出现了 他们久违地共进晚餐 餐桌上 每人都不由自主地 盯着母亲曾经的作为发呆 恍惚间 老四仿佛看见 母亲的身影再次出现 老四的眼眶微微泛红 其他几人也装不下去了 放下刀茶 一同逃离这充满回忆的老宅 跑去借酒消愁 酒吧老板也曾经受过老人的恩惠 闲聊中他告诉四人 案发当晚 有个在篮球场打球的男孩 目击到劫匪就是几个帮派的混混 老大当即决定 要去找混混问个明白 但老二却表示了反对 他现在家庭幸福 事业有成 没有必要去惹是生非 查案应该是警察的工作 可老大根据曾经混帮派的经验 知道这里的警察也没几个好东西 于是他只带着另外两个兄弟 抄起家伙照到混混的窝点 二话不说控制住对方 拎起汽油浇了上去 突如其来的威胁 让混混不知所措 等听清对方问的是抢劫案 混混直呼这是栽赃陷害 因为抢劫发生在11点 而附近的篮球场10点就会熄灯 根本不可能有目击证人 三人立即把人带到篮球场 等到晚上10点 篮球场竟真的熄灯了 这一下让老大察觉到疑点 母亲的死很有可能不是一场意外 有的杀手会用其他犯罪掩饰动机 然后再花钱收买证人 而也正是由于证人的存在 警方就会当作普通的抢劫处理 为了证实这一猜想 第二天 四兄弟来到案发商店 请老板帮忙查监控 直面母亲死亡的过程 让私人再难遏制心地的悲伤 但一个细节的发现 却让他们的心情骤然转变 男人抄起菜刀 一下斩断窗台的绳子 窗外逃跑的匪徒应声落地 几天前 四兄弟的老母亲 在商店被劫匪藏人抢杀 他们通过监控得知 劫匪在抢完钱后 还专门找到躲藏的老人 在将其杀害 四兄弟意识到不对劲 这显然是以抢劫为掩护的蓄意谋杀 于是 根据商店老板的证词 他们找到了这个 向警察做伪证的男人 在兄弟几人的逼问下 男人供出了杀手的行踪 他们赶到酒吧 两名杀手果然在这 杀手也发现了他们 知道来者不善 便率先掏钱发起攻击 互乱中 杀手开车逃跑 老大带着老三老四 狂踩油门奋起直锥 双方展开激烈的前站 就在这时 老大瞄准时机 一个帅人撞下杀手车 三人凑上前去 质问他们究竟受谁指使 可两人无论如何也不肯开口 因为一旦供出幕后主使 他们的下场会更加惨烈 老大也不再废话 直接开枪解决了杀手 他们拿走杀手的假招 准备去他们的住处 寻找更多的线索 老大带着老四 在杀手的住处 发现了一个相机 里面都是跟踪母亲拍摄的照片 另一边 老三在家中 接待了一名保险调查员 对方告诉老三 老二曾在母亲生前 为其购买了高额的人寿保险 如果母亲死了 他将得到40万美金的补偿 并且 老二的生意已经破产 现在的他就是个裙光蛋 老三将这件事告诉了老大 于是 兄弟三人开始暗中跟踪老二 果然发现了他在和黑帮进行交易 看来母亲的死和他脱不了关系 当老二回到母亲家 三人将他一顿抛走 可老二却不想背锅 他说购买保险是因为母亲上了年纪 而其他人都不在身边 这是为了给母亲一个保障 至于他们看到的交易 则是因为自己的生意 和当地黑帮发生了利益纠纷 处处被他们为难 还导致了公司破产 所以不得不掏钱摆平一切 与此同时 警方却有了意外收获 警长通过报警记录 在监控中发现案发前几天 老人曾经来过警局 见过自己的搭档 可等警长前去询问时 搭档却说没见过老人 警长意识到 搭档很可能是黑帮安插的眼线 原来老人得知老二被黑帮为难 前来警局求助 却反被搭档透露给了黑帮首领黑格 所以黑格就故兄杀害了老人 而黑格这边也已经发现派去的杀手 被四兄弟杀掉 他怒斥手下办事不力 打算对四兄弟下手 用绝后患 男人一开门 就被陌生人进行国际问候 对方一个雪球丢来 男人怒了 冲出去就要缓击 不料对方突然停住 听见枪声 老大急忙冲出来 一起干脱杀手 此时更多的蒙面人从车上下来 乱枪之中 老四彻底倒一不起 对方火力猛烈 众人被迫彻进屋内 子弹在外面不断扫射 忽然中 老二看见和妻子的合照 想到自己还有家庭 他绝不能死在这 此时一个匪徒破门而入 他从后面窜出 勒住匪徒连捅树刀 可也正是因为有家庭 老二没有继续转身离开 匪徒对着墙面连续开火 企图打穿墙面 击杀后面的老大 突然弹甲打空 趁着匪徒更换弹甲 老大抄起一块板砖 冲了出去 一击毙命 眼见有人想突袭 老三从楼上跳下踢开武器 匪徒又要开车撞过 就在这时 原来 老二担心兄弟们安危 还是选择了中途折返 这下几人才有空去看老四 但已经无力回天 母亲刚走不久 弟弟又死于非命 余下的兄弟三人悲痛晚焚 愤怒的老大立即捡起手枪 逼问幸存的废狐 是否是黑哥的人 得到肯定答复后 老大一枪遍野狐 一场复仇之战在所难免 随后 警长前来处理现场 他趁机告诉兄弟三人 搭档其实是内鬼 就是搭档暗中勾结黑哥 杀掉了兄弟们的母亲 事已至此 兄弟三人必须出手对付黑老大 干掉内鬼正是第一要务 可警长却打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他找到搭档 想劝对方自首 却否为对方开枪杀害 三人得知此事 决定立即开始行动 老二以40万美金捐诱儿 约黑哥出来讲和 老三则潜入搭档家中 发动袭击并诱导对方 说出案件真相 同时 老三女友前去报案 声称男友即将杀害警察 于是 警车赶来现场 将房屋团团围住 搭档听到外面警笛声 顿时有恃无恐 殊不知 这正是老三想要的效果 老三假装刚刚的谈话内容 已经全部暴露给了警方 再故意让人有机会夺枪 将自己当做人质 等两人走出房门 外面的警察懵了 说好的警察被挟持 怎么突然反了过来 失去理智的搭档率先开枪 想要逼退警方 但这被视为袭警 他立即被当场击毙 解决完这边 老二那边也抵达了和谈现场 黑哥想要一箭爽雕 既收了钱又杀了老二 可等他一声令下 身后的小弟却一动不动 原来老二也早已用这四十万 买通了饱受欺压的小弟们 此时的黑哥已是孤立无援 老大准时抵达现场 要亲自给家人报仇 伴随拳头不断毁舞 黑哥被狠狠打倒 沉入乌湖 事情终于得到解决 兄弟三人回到老宅 重新修缮这栋童年的回忆 尽管善良的母亲已经不在 但他们从母亲那儿得到的爱意 将成为他们心中珍贵的宝物 永远流传下去 我们下期见